雪梨向永新国小从106学年度得到台大10年年辅导 以在地的社区特色产业可可来帮你食农教育 至今已三年多日前特别举办成果展 今天是我们台大10年里的巧克力食农教育成果展 原则上我们巧克力食农教育成果展 我们是结合在地的特色产业 目前我们也知道我们永新社区正在积极的推动 我们的巧克力在北的产业 所以我们就结合在地的学校把这个产业整个做起来 希望能营造出一个新兴的产业 来提升我们的农村的经济 再造农村这样 而今年食农教育已经迈入第四年 更与环球科大来合作 由环球科大的学生与老师前来教导 永新国小的学生与居民们 很荣誓来参加我们的这一次 食农教育的巧克力工方的一个成果分享 我想我们是真的是接到我们的桌主任的电话 盛情的邀请 今天看到这么多的贵宾 事实上是 食农教育台大学生与刚听说你在塞边进行第四年 当中事实上也特别感谢我们的大手 就是我们环球科大 我们的刘主任还有系里面的这些师长伙伴 还有同学过来这边的指导 那其实我们跟环球科大是有长期的一个伙伴关系 我们这样讲说大手牵小手 小手再牵小小手 所以曾经在这个活动当中 也特别感谢我们先这边 让水上的同学师生也有参与的这样一个机会 但是我们都是有一搭没一搭 但是跟永鲜国小成交场这边是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工坊的资源 当然能够建置这样的一个工坊 那最最棒的工坊应该是在我们的环球科大 那因为我们学校有参与管理科相关的科系 所以我们在在地的 我们就桥过来往左边走就是祝骨粒 巧克力也是我们都是一个在地的一个很好让学生学习 跟地方我们经营的一个很好的场域 那社区里面对我们学校都很关心 那我们也特别祝今天的成果分享 充满 公安课长表示教育融合社区相当重要 这次在实验龄的协助下 永鲜国小与社区展现封硕成果 也希望未能够继续合作 永鲜代表我们香肠成果要受邀参加 我们今天的成果发表会议 那在我们食农教育的过程中 在我们实验龄这边很愿意走入我们的社区 然后结合我们在地的特色同业 跟一些农产品 然后来实践我们的社会责任 我们随于公所这边是非常的感谢 感谢随便这边的用心 那未来也希望随便这边 能够跟我们公所这边一起共同的 提升我们在地的农业 然后推广 甚至走入社区 然后活络我们的社区 然后更进一步的带上观光 然后提升我们随便上观光水素 新议员陈叔也到场共享盛举 陈议员感谢主办单位的用心 也希望这样有趣的课程能够继续办理下去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台大学年能够 预祝经会跟我们水里乡有心国小 做一个巧克力食融共融的一个活动 那这个结合以及计划 两个单位已经抹合了第四年 那当然也带给我们有心国小小朋友 很多的一个资源 那当然今天台大学年也派了很多的长官 立临来参加 当然这个现金的政策里面 就是要由我们大学部门 要来镇养很多国小或者国中 做一个专场上的一个资源 一个在地的食材 跟我们的美食做一个结合 那今天所呈现出来的都是由巧克力 或者是可可所做的这些小蛋糕 小糕点 闻起来这个味道就是非常非常的香 所以再一次的感谢我们三个单位 第一台大学年预祝经会 第二我们环球大学 预祝了这个市制的部分 那我们有心国小小是提供 最好的一个场地 让老师能够在这边 一个很优质的环境里面受扣 所以再一次的感谢三个单位 能够让我们在地的学生 在知道说 这个我们的农粥物怎么来栽种到 成为一个果实之后 我们把它栽下来之后 怎么来利用它来做一个美食 让大家可以来享用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食与农业的一个结合 希望这个结合 能够让我们的教育更为向下扎根 让小朋友知道说 食材的由来 也让他们知道说 怎么利用好的一个食材 来作为利用它来把它 横调成为一个美味的一个食品 校长表示 食农教育的推动对于学生帮助相当大 不但可以了解食物 也可以选择最健康的食物 我觉得整个食农教育的推动 光对学校的学生帮助就非常大 因为学生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学习到怎么样选择健康的食物 有机的食物 就是说学生除了运动以外 吃下去对健康的影响也很重要 那它对怎么样选择健康的食材 对它未来的发展 还有身体的健康是很重要的 那除了这个它还可以学习到说 我们食物的原本是什么样的样貌 还有进而能够学习到整个生态平衡 对自然环境的那一些理解 那往后呢 它可以接触到不同食材 它后面所代表的文化意义 它的关系 还有怎么样去让食材变得改变样貌 换不同的口味 我觉得有一个老师曾经这样说 他不知道来这里 这样一段时间以后 小朋友长大还会留下什么 我跟他讲说你不用担心 你教的这些未来都会体现在孩子的生命里面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相信孩子未来 他能够选择健康的食物 能够选择在做任何活动行为的时候 他能够选择怎么样对环境 对这个生态最好 我觉得这个是隐形的 虽然没有办法很明显的看到 可是影响很深游 这个是我们办理那个食农教育 我觉得那是我的初衷 那对社区来说 我觉得有很大的帮助 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能够让社区的居民能够接触 能够有一个新的特色产业 创造就业机会 能够让青众人口回流 那是我们学校在办学稳定 行有余利之后 希望能够协助社区推动的部分 那也很开心 有很多人的帮助跟支持 就是说除了台大食物理 除了环球科大 那我们水里山工 还有整个社区很认同 我们才能够顺利的推动 那这个活动就是像刚刚讲的 还是满满的感激啦 在地可可很同表示 除了有蛋糕相关以外 更利用可可来打出果汁 尤其水里山的气候也相当适合种植可可 这杯呢是我们现在成果花表会 就是实验宁跟永兴国小的花表会 你们打出来的新鲜的可可果汁 那这一杯呢非常特别 它是有新鲜的可可果 跟养的都下去打的 那我现在为什么先讲这个 是因为我们先讲的是巧克力跟可可 那那个我身为 我身为在地的一个可可农 我非常的觉得感到非常的高兴啦 因为毕竟做可可这一块 现在比较少一点的人在做 那慢慢的也已经有人在做了 那我很喜欢水里这个气候 这个气候呢会造就可可的生长条件 是优良的 它产出的可可豆 它也是很好 那我们在这边种了五年半了 大概有五年半 所以呢我们在这块的努力上 其实是下了很多的功夫啦 尤其我们自己本身又是小囊 所有的一切通通要自己来 没有办法得到政府的资源补助啊 或各方面的 那我们只好自己很努力很努力的 去想要看看要怎么样精进自己啦 那我们的永兴国小呢 他在这个食农教育这块 他做得很成功 那又刚好我们的台大食言林呢 他有来做一个协助 让这个在地的小朋友 从小扎根在食农教育这块 就从小扎根 那我们也很乐见说 我们当地的巧克力呢 可以融入到这个食农教育里面 那至于种植方面 我觉得在这么好山好水的地方 如果大家有兴趣 想要种可可的话 我这边当然是可以提供 提供一些咨询 都可以都没有问题 而这次实验林与环球科大 永兴国小三方合作 环球提供技术带领学生与社区居民 来利用可可制作相关产品 我们环球科技大学 菜与厨艺系 是透过台大实验林的牵线 然后跟永兴国小这边一起 跟社区这边一起合作 那因为我们事实上主要是在 培育专门的厨艺的技术人员 所以会有这样的方面的技术老师 带着我们的精英选手 国际竞赛的选手 过来当助教 然后一起教导 一起教导学生 或者是其他的胜去的民众 课程内容 因为已经这是第三年了 然后第一年 有中餐有西餐 然后第二年有烘焙的 那今年就是比较偏向铁店 所以每一年会由 永兴国小这边 跟台大师那边讨论说 想要发展的倾向是什么 我们再去设计菜单这样子 而目前永兴地区的可可 有独特风味 有别于其他地区的风味 也其用未来能够有 更多人投入种植 其实我们目前自己 自己做的可可 跟可可豆还有巧克力 我们有自己独特的风味存在 所以目前慢慢的呢 有让一般的消费者 有认识到有接受到 其实我们真的有北于其他地方的可可豆的口味跟风味 这是我们比较自豪的一部分 这也是一般很多农民 他们很喜欢让自己变成有一个独特性 有比较创意 比较特别的地方 所以如果真的很想要种可可的农民 我觉得这个市场还是很不错的 毕竟可可它算是一个非常高经济的作物 尤其是在后端的产物这一块 跟前面的我们讲的可可果 可可果的部分它的价值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现在身为南投县的县民 我觉得我也很自豪 为什么呢 南投县好山海水的地方 孕育出全球三大五酒精饮料 全部都有了 原本呢 茶是我们的最主要的一个作物 咖啡很有名 南投县的咖啡也很有名 那现在呢南投开始又有可可的产出 所以这三个东西 三样的特有作物 他们都算是不在市场上流通的 茶咖啡跟可可 这三样呢 是全球三大五酒精饮料 在我们南投县里面通通有了 所以呢 南投真的是好山好水好地方 谢谢 那我欢迎大家来玩 而巧克力的原料就是可可 陈英元也鼓励有更多人能够投入 种植高经济作物 我们大家都知道 巧克力的食材来源就是我们的可可 那在我们永兴村呢 有一对夫妻 他们是从都会区退休之后 本来到永兴村 他会记得说 永兴的这个地理环境非常的好 也非常适合来栽种这个可可 所以可可就是由我们这对夫妻 以后来成为我们永兴社区的理事长 我们理事长也在在地成立了一个工作坊 虽然这个工作坊也是推动我们这个可可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载点 所以我们非常感谢这对理事长夫妻能够由都会去 然后选择在永兴村居住 然后以他们的专业的知识 学经历都非常的优质 由他们来带动在地的这些老农民 来栽种可可 增加在地老农民的一个收入 当然 鼓励说我们在地的这些小朋友 更能够说 像理事长夫妻来做一个学习 不要老是一直做一些传统的一个农作物的一个生产 应该是朝一些在学术上有所研究 然后比较有经济价值的一个农作物来做 我相信这个可以带动整个农作物经济的一个成长 很多人知道巧克力 但却不知道巧克力的原料就是可可 学理向永兴国小在台大食言年的协助下 不但食农教育推广已满入第四年 也有丰硕的成果 才议员肯定校方的用心 也希望这样的机会能够继续推动 带动地方产业发展 明星文秋平丽 专题采访报导